生活資訊要來關心天氣了 在今天強烈大陸冷氣團發威 全台各地冷嗖嗖 直逼寒流等級 而預計要到明天白天的時候 才會逐漸回暖 而禮拜六投票日 當天有望迎接晴郎好天氣 去年十二月寒流強襲 玉山飄出雪 還下起洞雨 變成雪白世界 如今美景在線 冷空氣發威 玉山山頭石靠結霜 一片銀白 十一號又受到強烈冷氣團影響 預計溫度再探低 青城皮地最低溫 出現在苗栗只有七點二度 嘉義縣市 台南雲林 也都測得不到八度的低溫 直逼寒流等級 未來一周 其實在今天 一直到明天清晨 就是本週 大致上氣溫最低的時候 那今天白天 其實還是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所以雖然有陽光露臉 但其實各地的高溫 普遍還是有在二十度以下 十一號到十二號 清晨冷氣團發揮 平地低溫 躍落在十二度左右 沿海空曠地區 更可能下探七到十度 十二號白天開始 冷氣團減弱 逐漸回溫 預計週六投票日 將是晴朗穩定的好天氣 但下週一將有另一波 東北季風報導 北臺灣恐怕一路失兩到下週二 到了下週一呢 由於下一波的東北季風影響 避布在雲封面 北部地區的一個氣溫 白天高溫會有下降的情形 但是從本來的高溫 二十三度左右 落到十八度左右的一個高溫 雲封面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會有些局部的短暫雨出現 不過在中南部一帶 大致上還是以多雲道勤危重 天氣變化大 尤其早晚寒液明顯 可別以為出太陽就不冷 外出還是多添加件外套比較保險 記得組織者江神俊林偉倫 參謀到